大家好,我是钟西芙 今天做一道 酱爆,莲藕夹 小藕一条 简单粗暴 把衣服扒掉 只要它血白的身体 清洗干净 改刀切片 这个优先是上个视频 做煎量三宝剩下来的 这种优先是通用的 可以做很多菜 不知道的朋友去看一下 再加上一个煎量三宝的视频 老规矩 还是要抹上一点生粉 这样能防止那个肉线脱落 这个已经放冰箱冻过来 先搅一下 然后把肉线这样子晾开 再合上一个盖子 那就行了 大对大的 小对小的 准备一下料头 三件套 姜 葱 蒜 多碎 下十克这个豆瓣酱 不辣的 是搭配颜色 再下巴克 这个XO酱 没有的可以补放 清洗干净的菜心 四条 修一下叶子 两个红辣椒搭配颜色 接下来开始去做 锅消夜下油火锅 下藕夹 考虑到很多朋友在家里做 所以选择用生煎的手法 但是有一个弊端比较容易散开 绝对没有饭店用油来炸的效果比较好 开小火花两分钟煎至两面金网 注意尽量小翻锅 因为肉还没有熟没有定型 所以很容易散开 然后取出 下小碎料三个表爆香 再下酱继续爆香 下藕夹 来点广东米酒 下适量的水 蚝油一克 生抽三克 盐0.5克 白糖一克 轻轻的把味道揉匀 开小火煮两分钟至熟透 同时也煮至入味 把水收干 然后下适量生粉水沟薄芡 轻轻的翻炒两下 最后下点正经的发生油 翻炒几下 装出备用 注意不能太用力 大家看一下有一个已经散开了 锅洗净下水 下盐五克 下点油 水开下菜心 烫三十秒钟 至断生 然后下缝辣椒 捞出 菜心摆中间 摆上藕夹 红牛血壁牛栏山 黄泉路上不孤单 吃着藕喝着酒 自己还是麻辣楼 我先试一下熟了没有啊 好吃 爽口 酱口 酱爆藕夹做好了 你学费了吗 家常好奇 你值得拥有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